榴槤風水方位 除了參考每年的九宮飛升之外 主要都是以五行生克做基礎 大家只要認識基本原理 除了不用被人騙之外 都可以嘗試一下和自己設計一個風水佈局 謝謝你給我的意見 我在古壇上有少許斬幕 想開一間小店 我想問一個問題 在家居家居風水裡 二黑五黃這件事, 我就知道原因 但如果去到店舖的話 會否有分別呢? 其實風水原理放諸四海而皆準 大家用的原理都是相同的 只不過家居風水的目的就是 好家人平安、家人落鞋等等 至於在生意店舖的風水 目的就是招財、招鬼人、招客人 老師, 我想問一下 這間店舖原先是八運 但明年七星入中 二黑五黃, 五黃剛好在門口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說這間店舖 我剛才看到這間店舖 就算是靜東 靜東的百分之下 是六星度、財星度 靜東在這個時間 有十多年時間都是財星度 即是原來這間店舖 它可以做 但流年剛才五星飛到門口 五星是一個不太好的星 五黃不精神 之後你剛開店舖 出現比較辛苦, 要搜 現在這間店舖什麼都沒有 我很想選擇一個門口 在左邊還是右邊 那些人流進來 其實會不會有影響呢? 其實這個情況 門口都是五星度門 左邊入也沒有 那邊入的分別其實很大 反而我們因為五黃色的門 要化解這個五黃煞 五行是屬土的 所以屬土的時候 我們要化解五黃煞 還要放一些金屬的東西在這裡 因為風水連理來說 五行雙生雙刻 屬土的殺星、病星 或者空星、不好的星、災星等等 一遇到金屬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五行雙生的土生金 土生金 就是土不見了 變成金 所以門口來說 只要放一些屬金屬的東西 我就會建議你放一條 銅的龍在這個架上面 在左邊 因為我們人站在裡面的時候 左邊是我們青龍位 青龍是招貴人 招貴客人 而且銅的龍 五行屬金 剛才可以化解五黃熟土的殺星 放在上面還是下面的土 放在高一點 因為貴人越高越好 既然賺大錢 當然要拿著收銀機 收購那些錢 收銀機應該放在哪裡 收銀機最好放在這邊 這邊是東北位 東北位留意一星飛到 一星是一百卡牌星 人員星 你收錢 人員越來越好 越來越多人光顧你 我想我也要放多一個甲蠻 如果說到甲蠻這件事 我又有什麼辦法 可以放些什麼 就更加多錢賺到呢 你開留言 放一堆粉晶鴛鴛在這裡 粉晶鴛鴛 如果男女來說 就是要推動感情 要說我們做生意 就是推動人員 推動人員 幫別人光顧你 又多好 你不會介意我太貪心吧 我不會 老師 我現在家居家居風水 門床造很重要 現在我八星在座位 從店舖來說 又會有影響嗎 做的影響大 因為你是靠煮食 給客人吃的時候 你會賺錢 是呀 八星其實做的 是一個好的生命 你知是百伯祖 有一個財星 嗯 其實在風水面來說 除了我們健康之外 某些都是我們移食 做越好 我們是靠做來煮飯吃 所以移食就越好 八星到做的時候 如果我們加強了移食等等 特別生意都會輕易 如果加強我要放些什麼 我們八星到做的時候 就希望一路一路聚財 我建議你放一個黃石的聚寶盆 在這裡 聚寶盆招聚盡 將財富積聚的意思 黃石呢 黃的顏色五行是屬土的 石也是屬土的 黃石的聚寶盆 放在八星飛到的位置 八星本身五行屬土了 所以黃石聚寶盆 可以加強八星招財的能力 其實呢 小強呢 還有一個星象 在這個店裡 榴槤呢 叫做四龍蜜蜜蜜蜜 兩個方法 你的廚房影響不太大 所以不用太擔心 反而那個三壁星呢 我們要化解一下才行 三壁呢 在風水裡的叫做是非星 客人經常都是希望開開心 是不是 不希望有是非 所以三壁星我們要化解 榴槤的三壁星 裡面就在這個正北 正北的位置 我建議你放一個粉蒸球 粉蒸球五行屬火 一個紅色本身屬火 三壁星五行屬木 木一生火的時候 三壁星就不見了 在這個店裡光顧你的人 每個人都開開心心 不會有那麼多是非 老師, 等等 我知道還有一個材星是六百 我知道六百在這個位置 我應該怎樣處理 榴槤是六百星飛到 六百星是一個材星 既然有材星飛到 我們不會浪費 我會建議你放一個石造的龍鑑 在那裡 龍鑑在那裡 本身是石造的 石造的龍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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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貴人性 那我够晚又裝不完錢 老師, 以後你來吃糖水 一世免費 我說的 那麼好, 多謝你 是啊 怎麼沒用 我會不知道 巡邑 最後 我會不會死 帶龜鑑 by bwd6